近日,主持人吴淡如发行自己的新书,不再勉强自己,与小珍一同做客《SS小燕之夜》为新书做宣传。 提到勉强自己的话题,小珍也回忆起那段仪式的婚姻,透露自己的婚前曾经一度反悔。 小珍直言,在与李敬良举办婚礼的前一天,对方曾经爆出华编新闻,她一度因此而犹豫婚礼是否还有办下去的必要。 但因为爱面子,小珍只能催眠自己那些都是婚前的事,就当作单身派对的一夜狂欢。 就因为这样的心理安慰,小珍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李敬良举办盛大婚礼。 但没想到婚后,李敬良不但丝毫没有任何收敛,更是屡次被媒体拍摄到偷情证据,让小珍忍不住自嘲称,没想到后面变本加厉,单身派对开那么久。 夜市的新闻中心,上海报道。